闸门打开了 第十场正式开跑啊 出闸以后呢 很快分成两个阵营了 在前面的墙里放的瓦匹呢 就是这个黑背了 还要去掌控部宿内侧的位置 还有圣王今天也是突然拿出前宿来了 那在这两匹身后内侧的 就是大热门的农身拳 旁边上来的是完美胜利 走的也比较靠前 那在农身拳的身后 外侧一点的位置是圣十字啊 他是紧紧守住这个对手的 那在圣十字的身后 还有两匹马 包括了大将军以及闯将 那在这两匹的身后 一个多马位以后呢 就是高大上了 殿尾的就是朱比特金 那整个马群呢 现在不超过十个马位 现在控制不速的是黑背啊 在前面开路 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圣王了 然后呢 才是完美胜利 在外侧内侧的位置就是农身拳 那在后面圣十字开始慢慢加速了 在他内侧的位置呢 还有闯将 后面是高大上 以及大将军 殿尾的是朱比特金 进入最后一几个弯角了 黑背仍然是在前面控制不速的 后面呢 两匹马紧追不放 包括了圣王 外侧的位置的是完美胜利 现在农身拳带去 更外蓝一点的位置 在马群的中间 现在开始发力 在前面 黑背没有慢下来 现在在后面追的 第一匹呢 就是农身拳了 那在内侧呢 还有圣王 以及大将军 在更外蓝的位置 圣十字 高大上 高大上 现在想尝试去追这个农身拳 但是在前面黑背有可能走脱的 黑背 在前面控制着不速 黑背 黑背 第一匹通过中边 农身拳只能跑第二 然后才是高大上 在后面第四名呢 就是大将军了 再跟住呢 就是闯将 还有圣十字 跟住圣王 完美胜利 最后过中边 一领到底 今天这个地呢 就是这么的特殊 被他做到了 农身拳也尽力了 但是只能跑一个第二回来 又一匹大热 主调 至于这个一号呢 就好像最后阶段呢 走势更加的不理想了 冲不起来 高大上呢 就因为他锁定了 对他锁定的是农身拳 农身拳输这么远 他就输得接近一点 朱比特金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了 还没过终点 就已经拉停了 所以黑背 今天这样赢 我们恭喜他 他都说了 我都没来过